哈嘍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在刚才已经把新春卡期给抽完了 结果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啦 那么现在我们就转来看一下 这次官方的新年活动吧 首先就是它这个新年的打招呼啦 新年のごあいさつ 这样子 是吧 应该是啦 反正都是大概这样子的意思 重点是这张图非常非常的好看 超帅的 有没有 2022 呀 啊 要把它截图起来 回顾一下2021年 总用有supporter memberly 跟复活技能的登场 然后六周年的纪念campaign 还有夏天的3.51 download 下载量活动 哇 非常棒 然后在这之后会有更多的改修 以及新技能的加入 像超大型的update 而现在计划也开始始动了 是非常大跃进的一年啦 在2021年 然后在这一次的话 它就是非常感谢什么之类的啦 他们会在2022年更加的精修 然后新年开幕就是这个新春卡基嘛 再来就是还有新春lock in bonus 相信大家都通通都拿完 然后还有这个 基纽特战队的那个带来的礼物啦 战力补充 诶 接着会有7周年 要迎来7周年啦 哇 这个真的是超级期待 今年的7周年绝对是 嗨翻天啦 想想去年的6周年已经那么嗨了 今年的7周年绝对会更加的嗨啦 OK 那么这边的话就稍微来看一下 这一次的活动 活动有新增一些些内容啦 嗯 首先就是新春卡基这一些啦 刚才已经说到 然后lock in bonus 22颗龙石 还有Jackie Chan的那个雕像 平时是撒弹像嘛 然后正夜特别版的基纽特战队 刚才有说到 还有新的极限战斗 这样的话 30颗龙石可以增加入手 那首先就是这一个新春卡基 刚才已经抽完了嘛 早上7点 7点的话我们这边是 6点就开放了 然后有特别的正夜cells 然后新春 然后lock in bonus 再来就是基纽特战队 哎 然后新增 新增那个任务 年始任务 等下就跟大家翻译一下 第46回的吧 敲热都看到蓝转 然后 哎 属性卡池 这个真的是还蛮意外 隔了这么久 终于再把他们给翻出来啦 既然再翻出来 不会是突然间 就要把他们给极限战了吧 这一角色 我已经准备好了300颗蓝币啦 但是 目前还不确定 到底是要换哪个属性的 所以我还蛮犹豫的 暂时还蛮犹豫的 然后这一个卡池的话 要不要抽又是另外的问题啦 之后再考虑看看 到底要抽 要换谁下来啦 嗯 之后再考虑 这个反正不急 然后再来就是 哎 大家看到了 蒙面大侠 素数的小特以悟天 哇 想不到竟然是他们的极限战 那一个金斗云所代表的角色 竟然是他们 我的忘人 当初在在在注意 在在找角色的时候 我只想到 一月份会有的那个 永远的速敌 永远的对手 那一个那一个活动的角色罢了 结果 忘记掉还有摇奥 哎 小特跟悟天 他们的极限战觉醒 跳过了罗杰杂马斯 哈哈 祭桃杂 感觉可怜 哈哈哈 然后还有这个极限战 都是这五位啦 嗯 剩下的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啊有有有有有 这个 三连修的特别mission 在1月8号的时候 我们最大可以拿到21颗龙石 这个绝对是要解的 然后剩下的就跟之前 没什么差别的东西啦 就不用看了 哎 然后再往回看一下 啊 有没有年始的任务 跟大家翻译一下好了 首先就是他的 哦 他的总数量龙石是22个啦 22个 比较 算是蛮多的 官方就是算到定定22就对了 哈哈 然后每日任务跟之前的 讲的招式造就那关卡通关罢了 年末任务之前已经是翻译过了 所以就就跳过 我们从年始任务开始这边 首先就是 关卡 杰尼获得2022以上 并且通关 随便打一个关卡啦 就是我们可能去找那个 那个 一城活动的修炼就可以过了 红七十个以上 可能打个超长关之类的 就可以就可以 就可以就可以 那个通过了 他只 累积十个红七一啦 不是一次过 因为我们一次过也拿不到 最多才拿五个罢了 OK 一回攻击超过 20万 2200 非常简单 然后 避杀技提升 135技 5次啦 5次啦 5次提升避杀技 然后 然后 极限战技 极限战技 极战 135技 回通关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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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如果可以拿到更多 就是多 可能每次多2颗 2颗 2颗 67 42颗嘛 最多 42颗 是吗 我好像算错 是42颗 没错没错 最多是42颗啦 运气好的 运气爆棚的人可以拿到42颗 运气普通的人 像我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是30颗 因为我今天出登场竟然是5颗 我还想说 开年红来个7颗 抽卡爽一点 结果没有 哈哈哈 不过抽卡很爽 可以啦 我再抽卡 我满意 好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些罢了啦 没有什么特别 最特别的就是 应该说 最让人期待的就是这一个啦 这两位小屁孩的极限赛觉醒 哇哦 大家可以嗨起来啦 哈哈哈 在1月6号下午5点开始 那么就一起期待吧 OK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年始活动的全部介绍啦 嗨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 也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呀 嘛 叹呢